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一强之隔的两个大学生 还网恋了一段是吧 对 网恋了多久谈的恋爱啊 大概三个月 别坏了吧 一直想见 看来什么样是吧 其实我也害怕 看照片挺好看的 万一一见挺可怕的 现在敢说了 那个时候刚开始谈的时候 打死也不敢说 这个现在谈了一年多了是吧 对 好吗 好 咬着后槽牙子说好 那是好还是不好 那都过到爱情保卫战来了 不是 你这话 对不爱情保卫战 是个讽刺和挖苦吗 不是 什么叫都过到爱情保卫战来了呀 怎么了呀 我们这节目 感情没相处好 那你就好好说话不就行了吗 你是家强带棒的 你弄我们干嘛呀 对对 我们就共 共同都爱情保卫战来了 你们这些人 你们看看 反思反思吧你们啊 就这脾气是吧 对 现在怎么了 谁不喜欢谁了 我要跟他分手 为什么 因为我俩之前网恋嘛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 跟现在我真正了解之后 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他以前跟我说 他是学霸 还勤工俭学 自己赚生活费 我觉得小伙子很有上进心啊 然后现在呢 大三都要毕业了 毕业了还不着急找工作 我帮他找工作呢 他嫌我事多 然后现在呢 脾气还越来越大 半个月前我俩吵架 他说让我滚 那我滚就滚了呀 你现在又 腰腿给我和好嘎呀 当时那我 一堆朋友都在那 他到那块 对我就大呼小叫的 那我一帮幸运在那 我不要面子呀 等于当着很多人的面 他没给你面子 对对 那你也不能跟人说滚啊 我那当时不是着急吗 所以我现在不就 寻找让他回来 你是学霸吗 我 整个学渣 认识他之前还行 现在不行 就是因为谈恋爱 影响了学习是吧 对 对呀 这个比可真够厚的 现在主要的分歧 就是因为这个吵架吗 我相信一定不是 肯定有很多事情的积累 对吗 因为我大三开学 我自己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我学医院的 我就在培训机构 当一名医院老师 挺好 我是本科 他是装科 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劝他也找一份工作吧 他跟我说他不想去 然后他想先学习 也考一个本科 这不挺好吗 那我不想提升自己的学历吗 对 我也同意了 他说学校环境太吵 要跟哥们一起出去租房住 能安心学习 我也同意了 觉得这也是件好事 可是他到那儿学习嘛 他就是换个环境玩去了 我给他发个视频 我看他学习挺忙的 看慰问慰问他 他可倒好 大中午12点了 还在那儿揉那个 迟墨呼啥的 那不是晚上学起劲了 就多学会睡得晚 好 那大晚上 我给你打电话 我听电话那头打游戏 那你是学习的吗 老义结合 然后过不起来没考上吧 整天在宿舍玩 也不读书 能考上才怪呢 考上没考上 差点 差几分 不到30分 那差得也忒少了吧 这俩人是这么谈恋爱的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 我也没说啥 我就让他赶紧找工作吧 他简历 我一看他也没动静 我就帮他投 帮他投有几家公司 给他打电话面试 他也不去 这是为啥 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 那陌生的号没敢接 怕别人被你骗了 是吧 然后他学建筑的嘛 我哥在建筑公司 我就托我哥 给他找了一份 工地测量员的工作 其实我不想麻烦我家里人 因为我妈见过他 觉得他油腔滑调的 不同意我俩好 我给他找一份工作 也是希望家里人能同意 对他有个好印象 可你看看他 就对工作 去了不到一个礼拜 突然撂条子不干了 为啥呀兄弟 我请假了 不是像他说那样 我那天跟领导请假了 是请假了 他直接给人发了一条微信 都说今天我身体不舒服不去了 手机就关机了 你那是请假 你气死我了 然后下班我特别生气嘛 我就去找他了 到那我一进去 他跟一对兄弟在那 又吃又喝看电视呢 还挺开心 那气得我都说了他两句 然后他脾气比我还大 对我大吼大叫 然后让我滚 滚就滚啊 现在又缠着我 那不是那天 有一场国际的电竞比赛吗 那天多重要了 然后我也跟他请假了 我没去一天 又没有什么大事 我那帮哥们都在那 都看着呢 你就直接到那块 对我大呼小叫的 我不要面子啊 然后之前呢 专生本不是失败了吗 我让他找工作也不找 跟我说要学IT 我看人家那学IT 那个现在就业的机会又多 挣的又多 我这不寻思着学个IT吗 这不挺好吗 那你倒是学成了 你去了几回 那不去两天 那发现那个机构不靠谱 我不就跟我哥没去吗 其实人家是觉得你不靠谱吧 IT没学成 后来又跟我说要成人高考 想会一家复习一年 我一想 这肯定就是换个地方玩 所以我就让我哥给他找工作嘛 哦 这是一环一环来的 哎 你特别有意思啊 看电竞比赛就不上班了 上什么班没前途 那啥有前途呢 兄弟 现在还没毕业呢 先不着急上班 你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那我还差一个月呢嘛 行 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就是我不想跟他分手 那你就情分点呗 是 情分点 错没错 错了 错在哪了 就是太懒了 然后平时也不修边幅 然后对他也不那么上心 所以我就都敢 他租那个房子是自己住 还是一帮哥们 跟姐哥们合租 收拾得怎么样 说这个 那更气得我 他以前跟我约会的时候 特别爱干净 每次人都是男生等女生 每次都是我等他 等他倒车一个小时 除了还配香水 以前在宿舍 我也不知道他啥样 现在租房子了 我可以去他那儿看 到那儿你看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哪知道 他给我一屏下 他那个屋 就是一垃圾厂啊 那地上都是垃圾 我想今天都没地卖脚 饮料撒一地 都沾脚 然后那床 就半扇能睡人 剩下那半扇 臭袜子 脏衣服 数据线 饮料瓶 还有外卖盒 那不是享受生活吗 那两天 正好是我们放假 然后我跟我哥们 在我们那儿学习 费寝忘食嘛 正好那天要收拾来着 结果你去了 你都没跟我打声招呼 我自个儿还不乐意呢 你还老说这事 他还怪我了 我也没让你去啊 当时直接看这么乱 我都帮你收拾啊 你可倒好 你在边上对我指手画脚 然后他还想 我这儿干得不好 那儿干得不好 还老说我 那我也没让你去 你自个儿去的 你说给我个大惊喜 我也不也给你一个吗 行 有点意思 姑娘有一句话 你听说过吗 叫有多远滚多远 她让我滚我滚 我叫你来这儿 我不是让你来气我的 我就是要跟你分手 我要滚我滚 先不置气啊 你对未来到底怎么打算 咱们好好说说 其实我就是想参加成人高考 因为毕竟上次没接上 然后自己心里也是怪难过的 然后也自己一个人难受了很久 然后跟我父母说 我父母说可以支持你 先提升一个更好一点的学历 然后再去找工作 然后路子也宽嘛 挣的也多 其实事情也不像她说的那样 她可能是对我有点失望 我知道 喜欢她吗 喜欢她 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长得漂亮 温柔 她学历也高 她是本科嘛 我是专科 我爸还跟我说呢 你根本配不上人家 我说那她还喜欢我 不就挺好吗 爸说人家会找更好的 我说不会吧 害怕失去她吗 怕 你当着她母亲的面 那么用她母亲的话说 油嘴滑舌 她为什么要那样去表述啊 当时我觉得 我去讨好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会觉得我特别好 也会认可我 然而我就是去奉她的母亲 她母亲就觉得 这个小伙子不靠谱 不正经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讨好她而已 小伙子这个认真说起来 还是有自己的真的情感在这儿的 我相信谈了一年多对吧 在大学里的爱情 还是比较单纯和纯粹的 但是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 女生希望她能成长得快 男生好像还在原地踏步 甚至女生都是给倒退回去了 是吧 对 所以女生受不了了 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新疆美容APP 秋比特文娟 应该怎么说 梦想照进了现实 网恋嘛 对 一开始都是虚幻的 然后见到现实当中 觉得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 其实不是她变了 她一直就这样 只不过在她追你的时候 她为了迎合你 所以把她所有能够展现出来 最好的一面 都展现在了你的面前 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总会抱怨说 为什么你在 跟我在一起之后了 这么长时间之后 你就变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 其实没变 只不过呢 时间长了 慢慢她本性的一些东西 就会暴露了 那么要不要往下处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 真实的她 虽然我一开始 先说的是女方的问题 我最终要说的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你现在都应该 先停下这段恋爱 先踏踏实实地想一想 自己的未来 你以为刚才那样地表述 我们现场所有人 哈哈打笑 是幽默吗 不 我们其实内心 真正的想法是 这男孩怎么对生活 这么不认真负责任呢 现在有一个词 叫积极废人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常给自己 立一大堆的目标 但是没有一个去执行 然后这一类人呢 心态上非常的积极 想着我明天要干嘛 我后天要干嘛 恨不得给一年都 立一个目标的计划表 但实际能够执行的 微乎其微 与其给自己 立那么多的目标 还不如踏踏实实 做好眼下的每一件事 不要眼高手低 不要觉得 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 而其实 你只是在这个水平线上 把这个水平线上的事 能做好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好吧 我就祝你能找到 真实的自己 女孩呢 也祝你能找到 幸福的另一半 谢谢 好 谢谢沈娜老师 许总 女孩觉得挺失望的对她 对 就好像从万丈高楼 摔下来一样 不要这样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只是说你慢慢地 要去发现什么呢 很多东西是可以 因为爱去改变的 或者说为了你 或者为了你们 共同的未来去改变的 比如说一些习惯 就你看不上她那些 拉邋的习惯 为什么一开始 热恋的时候 还是那么一关楚楚的 但是现在是这样 因为她觉得 我们已经有了 这样的关系了 她是可以放松了 你要做的就是说 不让她放松 你不能接受这种状态 所以说你 如果这种习惯 能够改的话 你们还是可以往下走 但有一种情况 可能就不能往下走 就是她 完全跟不上你的脚步 如果她在意识上 认识到了 但是不愿意去做改变 一定要做 离开不仅是 对你有好处 对她也是一个警醒 否则如果你 一味地去包容她 去帮她找 帮她做这 帮她做那的话 她的能力是 越来越退化 尤其是不自觉的人 而男孩呢 知子莫如妇啊 你的老父亲说得很好 你配不上人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 争一口气的话 真的爱对方的话 你应该去改变 你之前所有做的 那种假象 只能瞒得了一时 但它只是一种技巧 它不是一种动力 如果说你能够把这种 爱化为自己的动力 积极向上的话 你是可造之才 但是成如你一上来 就这么油腔滑掉 挺没意思的 因为你只是在 博弈时取巧 这么做 既挽回不了爱人 也成就不了自己 明白吗 明白 就这儿 谢谢曲总 谢谢 来 颜老师 可能不仅仅是两个姑娘 有很多女孩 都会有同样的困境 明明这个男孩 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明明这个男孩 对我也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但我就是分不开 这是爱吗 是感情牵制着我 无法离开吗 不是 其实不愿意 相信自己的选择是错误 但在情感当中 我们真的发现 对方不适合自己 果断离开 才叫对自己好 干嘛要浪费时间呢 既然你仅发现 他和自己那么的不合适 还在上面消耗 那真的没有任何运务 所以如果对自己好 就相信自己 也许是做了一个 错误的选择 我们现在把这个错误 纠正过来 我是希望你能够及早抽身 我丝毫没有听到 你现在对他 还有任何的喜望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涂老师 有志之人历常志 无志之人常历志 他就是这样 你是有志还是没志 对 你也知道自己没志 所以你常历志嘛 但我要说的这个志气 还不简简单单是说 自己的将来的人生 学业和工作 你没志 你对这段感情也没志 你们俩聊了三个月是吧 聊了三个月 他让你形成一种习惯了 你天天要跟他聊 吃什么 干什么 都要跟他说 是 直到有一天 他觉得时期成熟了 他说我不想跟你聊了 你不做我女朋友 我就断了你的念想 我不跟你聊 但哪知道抽刀断水 水更流啊 结果他就成了你女朋友 是吗 是 所以他对这段感情 或许他挺容易的 你一直被他把控在手里 他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会跟他旁边的同学 和朋友吹你 那么你会把这方面面 他怎么开心 真的 这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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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成就的男人 那是社会的极小一部分 不勉强你们一定要在一起 但是男生记住 今天算一课 奋起啊 好不好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老师 我现在回来 并不是想再纠缠他 其实我觉得 他像你们所说的一样 他离开我了 确实对他也好 因为从前的我太不像话了 我希望今天来过这个节目以后 跟从前不一样 然后好好努力 再把它追回来行吗 好 加油吧 小伙子 请回 有歌词就叫 人总要学着慢慢长大 是吧 这算学习慢慢长大的一部分吧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下一对嘉宾的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之间本来是挺热恋的 但他爸不喜欢我 从那以后 我觉得他慢慢地变了 我爸在我心中位置挺高的 我们俩的感情 最少应该得到我爸的祝福 我很想他能改变我爸对他的印象 我是跟他谈恋爱 又不是跟他爸 他凭什么总对我态度不好 总觉得我欠他似的 他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 我对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他好 但是他现在总想跟我对着干 我不喜欢他和他爸身上的一些缺点 我们俩就这么一直互相嫌弃着 我看还是早点分手算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前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于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你们俩应该是同学对吧 对 举余课选修的什么科目 选修的长拳 我天哪 这个长拳也这么神奇 因为他们俩是因为选修了 同样的一个科目才好的是吧 对 你干嘛选长拳 当时选修课的时候 然后我想选那个建美操来着 可是后来名额都满了 就长拳一个选修课没人选了 然后我就选那个 那你呢 我当时也是只剩了一个长拳 然后选长拳 这也是个秘技 就是你到大学里面 你报那种兴趣班 选修课什么的 那爆满的就别去了 你没爆满的里面 汪汪有惊喜 就以为这个你们俩就好上了 当时嘛 我就是站在他后面 你站在后面啊 然后就看他就特白 脸蛋也挺好的 然后就特别圆 然后当时就想上去掐两下 他追了我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 让我同学啥的 偷偷给我送一些零食啊 花啊什么的 然后我慢慢就挺感动的 觉得他也挺好的 谈多久了 一年多了 今天为什么来 他想分手 说说为什么要分手 姑娘 他眼里心里都他爸 我觉得我俩谈感情 中间老友与他爸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就从我第一次去他家 然后我俩回来就老吵 为啥那么早就去家里了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初恋 对 然后嘛 我就跟家里人说了一下 这姑娘特别好看 也特别温柔体贴的 我爸也挺上心的 就想让我把他带回家 带回家之后呢 他妈跟他姐都对我挺客气 他爸从始至终 就没对我客气过 一直板着脸 不是 他是为了装微眼 男人吧 我爸爸 他就不喜欢那个 笑呵呵地对别人说话 他就挺严肃的 你看他就是 然后我跟他说过了 他也可能是有点小误会 行 这事翻篇姑娘 这事要来你 你真的翻篇 男人吧 对吧 他对我板着脸我也没说啥呀 他爸老问都问细的 啥都问 问啥呀 然后完了问我妈是干啥的 我爸是干啥的 就是你收入多少 家里住几个房子 几口人 我就说我有弟弟有妹妹 我们家还拆迁 然后现在在外边 租了一个房子住 他爸我就感觉特看不起我 他爸跟我说 在学校别一老缠着他儿子 让他儿子好好学习 你跟你爸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是得说一下 就我家里吧 一直都是女人来干活 而且我们家 我妈我姐她们 就一个干活 一个勤快的 当时我爸不业老师 问他问题嘛 然后问他问题呢 他就说不知道不知道 就挺尴尬的 我爸就是我们家说话吧 就跟圣旨一样 然后他这边抗旨 我爸就挺生气的 那场面就挺尴尬 我就一看这样 我就把他领去厨房 干点活 他也不干 当时我爸也肯定挺来气的 所以就晚上饭也没有去吃 那我第一次去他家 那我就觉得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吗 谁不得跟客人室内待 还让我去干活 那我妈也挺疼 我得把我咬大了 你爸真行 回来之后怎么着吧 你都干了些什么 老传达你爸的什么圣旨了 我没传达啥圣旨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一个劲跟我生气嘛 当时我又感觉他跟我爸这一致生气也不行呀 我就想 然后我爸也快过生日了 投一所好呗 我爸就特别喜欢在书房弄些毛笔字啥的 然后我就想让他弄一个微博 收集一些我爸的一些作品 结果呢他就是不听我的 不是主持人 我都说了他爸过生日了 那我肯定得表示表示 我去他家 他爸那一直板个脸 干活那么棒 我给买点保健品 他非不让 他一说这保健品我挺来气的 第一次去我家之后 闹得挺矛盾的 你还给我爸买个保健品 你说这不更气了老人家吗 那让我见微博就行了 你爸写的字换他画也不好看 这不难为我 让我昧着良心做事 我的初衷嘛 就是想和解他和我爸之间 我问你点吧 你爸压根就没看着那姑娘吧 我妈挺喜欢的呀 你妈喜欢没用 你爸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啊 想说给你吧 是 之前你真想对了 他爸老给打电话 说让他多跟什么 以术家的女儿联系 这以术家女儿跟他差不多大 不是 你知道吗 这就是生活的常识 基本哪有说没上门的媳妇 公公有意见 公公要有意见 公公心里面一定有其他人选 那小姑娘干嘛的呀 来 说说 那小姑娘吧 就是我爸的那个隐同事嘛 人家有个女儿 人家在国外留学呢 国外留学呢 见过吗 见过 长得好看吗 当然没她好看了呀 我感觉她好看 还是她好看 行行行 那就行了 别吃甘醋了 让她爸自己惦进去吧 她都跟着雨晴去了 我从小到大 我就听我爸的 然后现在偷偷摸摸地跟她在一块 现在再不听我爸的话 我感觉心里上有点过不去 去哪旅行了呢 跟着一块去北京嘛 都哪几个人去的呀 我 你 我爸 还有人的隐叔叔 还有他女儿 然后呢 叔叔觉得你特好吧 还行 哎呀 我的妈呀 我特生气 我说 那你把我放哪了 你要跟人去 你就咱俩就算完了呗 你就相当于选人了呗 可他还是去了 他就听他爸的 那我不听我爸 我听你的呀 你打算娶谁呀 娶他 你爸不让你娶 那我这不抗旨吗 大几了 两位 大三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还说未来 你未来也都他爸他爸 他爸让他考公务员 他就要考公务员 那他考就考不 我又不关他事 我干我的 他也不让 我就学师爸呢嘛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 一起办了个那种家教机构 给学生辅导功课啥的 挺好 就学生越来越多 我们天天忙得不亦乐福 我就觉得 哎 特自在 特高兴忙得 他就不让 我就感觉他说 这辅导班 我就挺来气的 他吧 是我女朋友是吧 然后天天地陪人 就是那个 他那办辅导班的 就是一个男的 我就感觉他 跟人他有点事 人类男生的爸爸 人家不管呢 人类男生也没有小尹呢 还小心眼 对 他就是醋坛子 我就 喜欢地在乎他 他特别过分主持人 他有一次还去找我 那男的 他把人找出来 他说 我女朋友喜欢你 被我发现了 你看这事咋办了 人家都当真了 后来还找我谈话 男同学说什么呀 他说 你是不是喜欢我 那男生喜欢你吗 我俩挺正常的 我呢 有男同学 有女同学的 当时就是 有点 你爸对你的余毒很深啊 还怕 我越来跟他时间长了 我发现 他骨子里 就是离他爸 他也特大男子主业 你看看 他不让我干我的事 完了 那都这样了 我在我同学面前 也抬不起头 那我就不干了呗 然后我就 辅习教师资格证 他看他公园 让我跟他一堆学 我一开始 跟他一堆学了 后来他天天 泼冷水 要不就说考不上 要不就说 考这玩意没用 还让我天天 干后勤 打水 买饭 塞我他 我特烦 我不愿意跟他一起 然后我就自己学 我去图书馆 后来我跟我同学 一起在那儿 把他洗没事 然后唠嗑你 然后他去了 他就骂我 他说我穿短裤 什么意思 我其实就是 一挺保守的人 结果那天晚上 我去找他 我特别火 然后他从那儿 穿着个超短裤 跟人几个人 同时嘻嘻哈哈的 露个大白腿 我就特别来气 不是你是来气 他跟你在一起 没露白腿是吧 我也不让他露下 他也不敢 行 你是哪年的孩子 我96年的 你呢 我也96的 你觉得你像你爹吗 我觉得我不像我爹呀 我这 做的这些事 我也是为了 我们俩能以后 好好地过下去 然后我就感觉 他不理解我 对你爹要不同意 怎么办呀 我这不就想 改变改变他们 让我爸同意了呗 他老想改变我 我干嘛都不对 我穿短裤不对 我考教师资格证不对 完了我去家教也不对 然后去他家也不对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啥都对 啊 行 听明白了 所以你要分手呗 对 他太大难 先决分手吗 看来不是 你还留恋什么呢 他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他也挺短的 就他爸如果 是吧 你们来吧 各位 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秋笔合文件 我们经常听到 那个妈宝型的 那个男孩 这次也是少见 爸宝型的男孩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种疼和爱 就是害了你 你一直说 要把它改造成 你爸喜欢的那个样子 这样你爸就能同意 你俩在一起了 那我问你 改造成你爸喜欢的样子了 你还喜欢吗 也不全是 所以怎么办呢 你想过未来这个问题吗 想过 怎么办 我感觉这件事 也挺简单的 他们之间都退一步的话 就挺好的 他们之间都退一步 这你什么事都没干 坐享其成的还是你 我就问你一个 特简单的道理啊 如果你姐姐有一天 遭遇她这样的情况 那我肯定不能 让我姐姐嫁给人家 人家妈 为什么要让她嫁给你呢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而且 你早晚有一天 要独立的 如果你一直做 家双眼号的 听话的好孩子 那你势必会 失去自己的人生 所以 未来的一条路 其实你还挺难走的 就看你 什么时候能够成长 成长到 可以去跟父亲 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 现在的状态 是真的操之过激 二十出头的年纪 为什么要考虑 那么远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把 未来还没有发生的阻碍 放成现在的障碍呢 这不就当然影响了 你们现在的感情吗 然后一段好好的初恋 没有谈好 然后未来的感情又矛盾 又迷茫 何苦的 享受现在这样的恋情 就好了 但是你要考虑 成长 什么时候独立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小伙子 你知道 你已经长大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是你爸让你说 追这个女孩 对不对 你二十二了 说小吗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小 说大吗 当然大了 你已经不是男孩子了 你现在正在面临人生的 一个重大的选择 就是你要证明 给你的父亲看 你长大了 你的儿子已经有独立判断事务 独立的担当 并且去选择的权力 以及能力 如果说 你自己都暗示自己 我一定不能长大 那谁也改变不了 这个现实 这个女孩一定会离开你 不光是她 任何女孩也不会 围绕在你身边 所以说先自己 给自己一个肯定 你长大了没 如果你自己觉得 的确我还没有长大 我还是孩子 好 男孩是不可以谈恋爱的 明白吗 孩子怎么能做成人的事情呢 你就趁早 主动分手 好不好 女孩呢 也不必纠结 每个人都会再长大 多一个过程 如果你觉得 她还是有她的优质的 对不对 只不过有一个父亲 在她背后 你可以给她一定的时间 一起先把学业 蒸蒸日上 好不好 要想去谈恋爱 先证明自己已经成人了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林安老师 如果真的想让这段恋爱 继续下去 你们两个要做的 共同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爱 让你们的父母看到 因为你们相爱 两个人都更优秀 脸上洋溢出 更多的笑容 我不相信 我父母会阻止 这样的爱情 你每天愁眉苦脸的 哎呀 我女朋友 穿了一个短裤 让人家看到了 哎呀 这我女朋友 哪哪哪做得不够好 我这不愉快 你爸赶紧说 快分了吧 看你那满脸的倒霉样 所以在爱情当中 你要做一个引领者 你自己快乐了 爱你的人 自然会被你的快乐打动 支持你 祝福你们啊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杨老师 来 杨老师 你说他的皮肤很白 嗯 脸很圆 对 你想掐一下 对 掐了吗 掐了 不要打着你爹的名义 要人家 要人家在别的异性面前 要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 就说我爹是那样的人 我也是这样的人 要掐别人脸蛋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应该做的 你是不是伪君子 这跟爹没什么关系 是你自己想要谈的女生 对不对 彼此也像男女朋友一样相处着 该掐的脸蛋也掐了 今天说要改造人家 说爹不同意 做人不能这样 我不谈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 我就觉得你做了什么 就应该直白地去面对 不要打着自己 父亲那种所谓的借口 听明白没有 你要味道负责吗 要 你要保护他吗 要 你要帮他争取在父亲面前 合法的权益和尊重吗 需要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爹挺没有礼貌 第一天到别人家去 就插户口一样 问这个问内 然后连基本的礼数都没有 居然这顿饭不吃了 这像一个父亲应该有的风范吗 所以礼仪不是你们家制定出来的 你要尊重礼仪 你索性就不要双重标准吗 你有勇气面对他爹吗 其实他爹那样的人特好搞定 我嘴甜点就湿了 你稍微在面子上让着点 他不就湿了吗 做得到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 光他一个人努力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得配 你面对他爹将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然前提是你想要跟他处下去 并且将来要嫁给他 所以你就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 如果说这个男生对我很好 他对我的暖 使得我更有勇气 并且也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这种反对 那你就可以继续下去 你明白吗 你自己思考一下 不要虚伪啊 谢谢图老师 说他爸是不是就像他说的那样 不是 就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也不争气 然后女方呢 也是确实我们现在的孩子 缺少一些这个 基本的中国传统礼仪教育 你去我们家做客对吧 其实我问我是不礼貌 我不礼貌 你就能够用不礼貌的方式来对待我吗 我是你男朋友的父亲 你就想这个关系 都不够成熟 慢慢往前走 学习跟长者打交道 你会发现你跟长者的交道打好了之后 其实对你人生是受益的 听起来是个大道理 但是你们真的不会 所以我提倡的是 在跟长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长者 长者有长者的问题 你不是幼 你是成年人 这个应该你主动来化解 所以你们今天都别怪你那个爹了 怪你 你不争气 女生也是 比如说我觉得第一次去人家做客 下个厨房也不丢人对吧 为什么就不下呢 叫那个劲干什么呢 所以呢 你们俩就好好考虑一下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年 听了专家这么多的话 我也挺有感触的 我也知道我身上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虽然咱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 可是我知道你也怀念咱们这点感情 我也肯定能够说服 不是说服 我也肯定能够让你和我爸之间和平相处 也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请给我再来一次机会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其实我还没有想到 他们能够再回到我的身边 这几点我应该多谢谢几位老师 谢谢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始于他们的烙卖时刻 请见证 来 亮灯 亮灯 你倒是可以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通知小影看一下 敢吗 敢 先回吧 我的感情我自己做出 我现在就是喜欢他 我相信经过我们之后的努力 我们会能够好好地面对我的父亲 我觉得我也有错 就像赵老师说的一样 我没有学会怎么跟长辈相处 我没有学会怎么跟长辈沟通 我以后会努力的 就好好对待他的父亲 敢才是故事的开始 只想告诉年轻人 你追求独立 自由的爱情 你就需要有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经济能力 否则你就会受制于人 我们在生活里 不要用双重标准 来面对生活 面对自己 面对爱情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诗爱情榜中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 那么现在孩子也有了 他对我的态度却彻底变了 从生下来孩子到现在 基本没有管过 而且三天两头的不着家 只给我们生活费 前段时间吵架 他竟然说 和我结婚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我该不该和他离婚呢 这是婚姻的基础 那么同时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后 付出和责任是婚姻的核心 但是对于这位先生来说 你的任务只是把孩子生下来 那么不付出爱 不付出真情给这个家庭 当你的太太 终于有一天认定 你的责任已经完成的时候 也就是你变成孤家寡人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宝石石水 的伊贝斯海绵双冠名播出的 药宝石伊贝斯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 皮肤管理专家 新阳美容APP特约播出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